曬到的時間想說回這個APP給大家聽 這個APP其實是1.5.10 這個他就今天剛剛alounce了出來 他還有個1.5.11 1.5.11他就現在收起來了 被人在罵他 為什麼有個1.5.11 現在這個就是1.5.10 就是10 叫做1.5.10 就叫他1.5.10 其實他裡面有什麼多了呢 我都不知道在網上查過 其實都查不到有些什麼 可能他是優化下去Mavic 3裡面的 另外就說他有個叫做在那些 R2裡面有個Web point 他是加了一些東西下去的 他剛才我見過那段文章是這樣寫的 有些人就問過 用紅色的字 我這樣去給大家看看好不好 大家會清楚一點好不好 好嗎 什麼都不要管 現在我要穿上飛機 這部蘋果真的不行 真的可以丟掉 先穿上飛機 這蘋果硬件很頑皮 我好久都沒有用它 真的 我買的都是買二壽的 直播這部 它拍攝後面反白是拍不到的 所以你想一下 真是 把我罵過很多次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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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頑皮 所以我很少買蘋果的東西 真的 你用就你用 我就不太喜歡的 蘋果的東西 你當我發牢騷也好 什麼都好 先不要理會 先看看 先拿著一部飛機 剛才還可以看到的 一到反白 根本就顯示不到 反差完全是零的 你想一下 還有什麼相機 拍這個白色 反差會是零的 是嗎 它感光就錯了 完全錯了 一點細節進不來 怎麼可能 我自己覺得 這部是什麼機呢 就是那部 咬的那部蘋果 那部mini mini機 所以我 為什麼我整天去玩那些機 去試那些機 我不行 我不會在那裡介紹任何東西的 可能你不是很新 是 不是很新 但是 這麼簡單的東西都做成這樣 大家都理智也不難的 從工程那裡踢爆它 有些什麼不行的 我直接告訴它是不行的 直接可以告訴它 喂 你的東西搞不定的 如果它搞得定就搞得定 搞不定就搞不定 是不是 勞騷就發完了 講回今天的新手 其實新手來到 其實我也想開一些簡單的練習 一兩個人 去接著一些新的師兄去玩一下航拍機 因為為什麼呢 純粹都是義務性質而已 你不要想著有錢沒有的 我們從來都不會講這件事情 第一個問題 因為很多師兄都問我 究竟一群人 有些東西我不懂設定 有些東西是怎樣 設定完之後我飛不到 那很常見的問題 我講幾個問題給大家聽 新的師兄好嗎 第一個問題 為什麼一件回航 一件拍攝做不到呢 師傅經常都說一件拍攝 一群人為什麼我用不到呢 問題就是這樣 你在室內未收人做衛星 沒有定位是不會做的 第一個問題 可以不可以 在室內 如果在室內 未收過星 未收夠的星 他都不會做的 明白嗎 他有人做衛星 做一個保險 他才會做一個reference 他參考值 他才會做一件拍攝 充電啊 什麼環繞那些東西 你先記住 第二個問題 很多師兄經常問 有個什麼問題 新手我講 為什麼這架飛機 整天都是一個 叫做保持一個學習模式 不飛得遠 不飛得又不飛得 限高限遠 簡單點說 我經常都回答了 一些問題 我不怕飯的 因為我也想說 新手的 老手就不要了 新手的 我都會盡量 你來玩 或者疫情好一點之後 我都會搞一些活動 沒有什麼疫情 現在疫情很嚴重 暫時就先不要搞 如果你有機器就先留住 好嗎 你就會變得安全一點 如果你不是自己玩 很多時候 有幾個師兄跟我說 我玩幾次都炒幾次 炒的問題是看你怎麼炒 因為裡面的指令控制 你根本就不太熟 一件回航 一件就變了炸機 也都會有的 明白嗎 所以新手不怕的 你一定就不要想著 看著那個菜單 我看著那個視頻去玩 一定沒有問題 如果看得到視頻去玩 那真的飛機你會駕駛的 是吧 會駕駛的 但是飛機上不是這樣的 你可以去找師兄 認識的教著你 踢著你 那很多東西 你會在當中的伸手裡面 會有十大錯誤 我經常講了 之前有三四八集 我都講了 伸手十大錯誤 有些什麼關顧 你要知道 有些東西你進入了陷阱裡面 人造衛星未夠 你就會上去 好嗎 那你就會變成有危險性的東西 那一會我會再講一講 那個新的APP 在我這裡有四個項目 我其實就是第一個項目 大家可能看得到的 那我照讀給大家聽好嗎 那第一個項目最初的 那如果你2S 或者是你mini 其實第一欄 它基本上就 它Air的 或者2S 它就會有個環繞和煞停 還有有個開關 那這個東西第一個 第一個很簡單的 第一組安全 它已經告訴你了 那你說環繞和煞停有些什麼呢 就是很簡單 如果你set了下去 它差不多是來到 基本上就是環繞還是煞停的了 就是看到障礙物呢 那個sensor一定會煞停 那環繞都是 環繞它會圍住 那個障礙物 它會圍住 打側 飛去側面 但是你要記住 打側飛去側面 其實側面都沒有什麼sensor的 大家就要記住 小心點 你不是百分之百 明白嗎 因為打側飛飛 飛機是會打邪飛 可能看不到側面的 小心點 那這個東西就要記緊 這個東西我可以告訴你 從我的經驗告訴你 這三種東西 其實我剛才給你看過 我放過那個飛行的理數 都幾多 都算是多 玩了一年半年都很多 那第一個問題 你玩得多 自然你就開東西開得多 開得多 這幾個東西其實就有些分別 因為師兄都指教過 大家都 有些人就要用這樣 有些人就要殺停 有些人就要環繞 那究竟是什麼情況呢 那我和一個人一起關閉 那這三個東西 你玩什麼無人機 如果你有sensor的 其實都是記住一樣東西 可以嗎 記住一樣東西 這幾組東西 你有的 最重要是記住 你當它沒有的 你當它是不存在的 可以嗎 一會我會解釋給你聽 為什麼你當它沒有存在 伸手 如果你只要靠著它 有些人 它裡面有個sensor 看到東西就會殺停的 我可以說十個理由 它殺停不了的 行不行 行不行 就是說它說可以殺停 我可以說十個理由 它殺停不了的 我已經在之前的片段說過 我會盡量簡單地告訴你 有幾個例子 你經常犯了錯誤 環繞 你要記住 環繞就是說 其實你在障礙物裡面 環繞飛行 這個在真飛機裡面 都不是接受得到的 沒有人接受得到 這一樣東西 在建築物裡面 跟建築物圍 你明白嗎 距離一定要有距離 有個速度 你飛行有個速度 那你如果用了這個東西環繞 遊戲機你可以用 可以嗎 正確飛行 迪星機不是這樣的 我看過它 它不是這樣的 如果你要環繞飛行 它是不讓你環繞飛行的 為什麼呢 第一個問題 你是用目視飛行 最重要還有一個儀錶板飛行 你要混合來飛行 是不是 目視飛行的意思是 我看著這個螢光幕 給我的信號 給我的信號 給我的距離 那我繼續飛行 那你說 為什麼一幫人 我很少用環繞去做這一樣東西 為什麼呢 我可以告訴你 如果它正確的教你玩無人機 也好 怎樣也好 迪星機也好 它是要你由一個起機點 H point 升起 去一個安全的高度裡面 跟著就去到你的目標地 即是直去的 它不是給你去環繞 但是它可以跟著 它為什麼可以給你有這個動作呢 我看過那些迪星機 它是怎樣做呢 其實它就是最重要的一樣東西 真的是迪星機 我看過它的片 它介紹過 又控制它給你的信號 或者你要 因為你是有一個飛行路線 還有就說 你有一個叫做 一個航空圖 航空圖 就好像一份類似 一個iPad的形式的東西 但是裡面的軟件 就不是用你的Google地圖 你不要想著用它 它在用航空的軟件 行不行 我看回來的 它的東西更加精準 不是看著你的這版 但是我們就簡化了 就用了Google地圖 那個Mac去看 它會有什麼指示呢 很奇怪的 如果你想飛去那個點 而你是有機會遇到毛 或者是有視線 低於可能是8公里以來 或者4公里 或者是2公里更加危險的 它這樣說給你聽的 它就告訴你 它會叫你看地圖 就會指示你 保持一個空域一個高度 你就要指著 它的階段是怎樣 很有趣的 我從來都不明白 飛機不是直飛過的 它又有什麼奇怪呢 它就叫你 看著這條公路在上面 你跟著公路的指引 和你的地圖 和你的地標一起夾著 我現在目前看到的地圖 我當是看到 假設在500米高 我看到那條道路 叫G2 這條道路 現在方向是對的 你跟著那條道路 跟著它 這條道路基本上 上面都沒有建築物的 對不對 它就叫你跟著這條道路 你去到下一個點 你再叫上台 我再給你指示 你指示給你 再繼續飛 因為如果你說 可能有霧 你只是不可以飛行的 要等霧散了 你才可以飛的 是不是 那麼它就告訴你 有一招 就告訴你 如果它指示你 這個特別的叫做 特別的目視飛行 那麼它就告訴你 可以申請了之後 進入了一些標誌 之後呢 你就可以和控制塔溝通 它一直給你信息 你跟著某個地標 你見不見到 你跟著飛 飛到那裡你停我 停了它 跟著我繼續看指標去飛的 它可以這樣 當然不是龍帽 龍帽就肯定要鐵反了 那麼這些無人機 都不可以這樣做的 其實 但是我告訴你 其實 如果它是用環繞的 其實你想到 環繞 看到有建築物 你環繞 其實這個東西是錯的 為什麼是錯呢 我為什麼告訴你是錯呢 因為無人機 它不可以靠它這個環繞去做的 環繞去做 很大可能性 因為我也見過 有些人說 那部機撞了 我問你這部機有側面感應器 我都撞 都撞的 你先記住 其實當中有很多問題 大家都未知的 伸手 你明白嗎 你以為你貿然用了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告訴你 環繞都是 背鑊 我可以告訴你 第二件事 殺停 都是背鑊的 但是你說阿班人 去到有殺停 都沒有殺停 是 但是問題你要記住 如果你當前的空域 你飛行的空域 是一個高度 假設我飛是90米 前面是正前方 是沒有任何建築物的 那你這個飛行呢 叫做安全 如果你90米以內 有個建築物120米高 這個東西 我不安全 你就要改行去第二道 你不可以 我要飛高一點 飛高一點就是你決定 對不對 但是它又不容許你這樣做的 大家先記住 所以你記住 不是拿到一樣東西 你就 哎 那幫人家沒事了 很多問題 阿星就設定 一樣照炒 那為什麼我會知道呢 其實很多師兄都叫我 那幫人家炒了那部機 我問你為什麼會 用一件拍攝 炒了 我收到 都不少叫 有這個情況的 有些找得回 有些找不回 所以我就歸納了 如果新手 最緊要記住 我們會用一個L的飛行 L的飛行是L平飛行 簡單叫做L平的飛行 我叫他 行不行 L的意思就是 你這樣 從我這個起機點 這個點 當這個點 這個起機點 升起 升到你的空域 高度 對 打橫飛 是不是一個L型 L平飛行 我叫做 這個東西在網上 他都是這樣教你 這樣飛的 這樣飛呢 你設定了回航高度 所有東西 基本上 它是不能撞的 除非 他說 有一個情況 在DIJ那邊告訴我 有機會會撞的 他告訴我 有機會會撞的 為什麼呢 他說 明明我的空域 是沒有樓的 在海邊 他說 他告訴我 他說可能有雀鳥的 他不知道是不是有雀鳥 撞到你的飛機 而引致你的飛機 有破損 他有這樣和我 真正的對話 是有這樣的對話的 那我就 會不會 你講講一下 會不會有 神神怪怪的東西走出來的 他就照這樣說給我聽 我就照複述給大家聽 如果用L平的飛行方法 就是 需要三個point 起機點一個point 這個 第二個point 第三個point 很早之前我都是 現在我都是這樣飛的 一到飛到有建築物的時候 你就要記住 不要打斜飛 你不要學別人 阿師兄可以打斜飛 省一點 你千萬不要學著 如果你學 很危險地說 你判斷不了中間的空域的高度的東西 可能會撞到其他東西 燈柱又不定 屋頂又不定 我見過 有些人撞到樹 最多的 因為判斷不了 是吧 蝦到樹底 升起的時候 撞到橋 也都有這個情況 它出未救 所以我就可以告訴你 在這幾種東西 其實我就當它是不存在的 但是你很簡單一樣東西 為什麼不存在呢 很簡單 如果這三個東西 如果是一個沒有人的衛星 或者一個暗昏暗的地方 日落以後 你要記住 這個東西是沒有作用的 你不要想著它撒得停 又環繞 你不好意思 它完全做不到的 你不要想著 它有在這裡 你跟它爭 沒有用的 因為它入黑了 它飛已經是不安全 或者它不容許的 行不行 所以我告訴你 這三個東西 它裝來其實都是 很大機會 都是 怎麼說呢 找一下大家 笨的了 知不知 如果有些師兄就會 我真的能靠它 停了一部機 我也試過 它停了一部機 日光日白 是可以停的 但是如果你只要靠它 它不停 你吹它不漲 真的 知不知 最重要記住 玩的時候 記緊要離開你的目標 一個安全的距離 大概是知道 你不要去到別人的目標 可能是200米 300米 你就要停的了 舉個例子 你飛到山邊 二三百米你就停 你就不要飛到十多米 十多米才停 很容易就會 很容易就會 我都試過 飛得埋 得不設計 是會有機會的 那你要說 有感應器 不是沒事 是 它有感應器 是沒事的 但是如果你飛得太近 已經是一個 叫做不安全的駕駛了 你不要說 我未撞 你不要跟我說 差一mm 我是跌不到就跌不到 但是飛機的東西不行的 它是要靜止 起步和殺制是一個距離的 就像火車那樣 火車 如果火車是800 火車是 又是 一公里的火車 那個卡是有800米 或者幾百米長的 它的標準殺制 差不多是要成一倍的距離 就當火車一公里 那個卡那麼長 好嗎 別人外國那些 當是這樣 它的殺制 預早一公里就要殺制 行不行 你明白嗎 我未到 我的火車的長度是一公里 我要在一公里以外 就要下駕駛 就要停的了 去到那個站 它是這樣的 它要這樣減速下去 不是去到 去到那邊站 你才扔制下去 是殺不了的 你要明白 知道嗎 所以就很奇怪的 飛機都一樣 飛機的潛衝力它是很大的 飛出來 是吧 你一聲撞 你撞得到 你很幸運 如果有風推一推你 那 就近山邊 大家先記住 這個殺停的東西 大家要記住 你平時都是 環繞的 環繞我就不建議大家 用環繞 因為環繞的東西 如果我撞到建築物 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正確的飛行 你是碰不到建築物 你是不會有建築物 遮到的 你怎樣錯 你都不會有建築物遮到的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回航高度 等一下我會講清楚 你設定回航高度 你就一定不會用到這一樣東西 那你說會不會見到 飛飛行看到小學仔在殺停 不好意思 它的 object site 就是殺不了 樹枝仔是殺不了的 一樣照對 你看的片 Crash的片 就很多的 你Aircrash的片 就很多 就是講無人機 真飛機找到 就很多的 就不是這些炒 那你說一個 直接是off了 那些人為什麼有一個off 它有一個停止制 它不讓你做這一樣東西 有時候 你的sensor 是會造成意外的 怎麼為之意外呢 我講這個point 基本上就比較重點 有很多人都在問這個point 究竟有些人怎麼用 動得好它 因為小弟都有用去研究過它 那個停止制有什麼用 第一個問題 如果你飛回來 它的sensor見到你 它飛不過來 是嗎 你是object來的 一個object 飛過來 它見到我 是不是不停 是不是 那你就要採取其他的方法 要不就關掉sensor 那我也不建議你關sensor 在飛必要都不要關sensor 最好是打側的飛機 因為旁邊沒有sensor 打側的時候領側一點 飛回來自己 然後再領出來 這樣就降落 因為如果你向後 它在後面sensor 它見到你是飛不下的飛機 除非你在屋高 飛到下來 一天你飛高一點 飛高一點 你見不到後面的東西 那你就可以降落 那你看回你的情況 如果你說不然 我到處都見到 那個sensor 不斷吐吐吐 不斷響 沒辦法 那你不要轉s mode 如果你轉s mode 你轉s mode 它是取消sensor 但是它的操控是很快的 如果有力量 你的飛機是兩球撞的 那麼降落 是不可以用s mode去降落的 因為降落 有機會撞到其他東西 它會很快撞過來 你知道嗎 你接近人 你明白嗎 人在這裡 站在這裡 飛機降落 起碼都要10米以外 行不行 在10米範圍 明白嗎 這個地方 你不要說 我在旁邊這裡 它撞過來會撞到自己 要記緊記緊記緊記著 我自己的玩法 以及師兄給我一些意見 那我就歸納了 說到這一點 那你說 阿巴人 你說我用降落 我用s mode 可以的 那你將這個sensor 關小了它 它關了它之後 它只是關了 就是關前後的air 鼻障就會關了它 但是向下的sensor 它是沒有得關的 它會見到東西 就會破壞你 你知可能很高下來的時候 看到地下有陸地 它就會慢 減速了 明白嗎 這隻機關不了底的 行不行 那你也是安全的 是不是 而飛行的新的師兄就說 我在這裡起機 起了機之後 在這裡 在這裡起了機之後 升起了一個安全高度 假設我的頭是160米 是不是 那我起機 飛飛飛飛飛 飛到 是不是 我的頭那麼高 是不是60米 那我的回航高度 R-A-R-A-R-T-H 即是Auto Return to Home 我們會自動回航呢 它一定是說自動回航的 那它沒有了A字而已 那R-T-H 認不可以 R-T-H 就是我加了A字下去 告訴你 它是自動的 它可以 那它下來 上來之後 看到頭殼頂是60米 那你設定到80米高回航 那如果遇到什麼問題 它都在失了控制之後 用人造衛星導航 它就會看回你的指令 假設在這裡 是這麼高 在這裡那麼高 飛到50米 飛到外面 突然間它沒有了信號 那它回航呢 第一個問題就說會怎樣 它很奇怪的 它就會將會 第一個問題 會轉向你的方向先 望著你 接著會升起 升起你最後的指令 60米加90米 60米就是說你當前的空力的高度 即是你棵樹或者樓的高度 假設60米我當下頭殼頂 它就會飛60米那麼高 加多20米 即是80米高回航高度 這樣它會 會產回來的 那當中如果 Air它見到其他地方 你設定錯了 它是會環繞 或者是會停止 再等信號 再會爬升的 它的好處是這裡 但是如果你是所有的事情做得對 它是剛剛說的 再爬升是不會發生的 為什麼呢 我線的師兄有個地方就說 他故意將回航高度 假設60米 他設定到40米 阿班人我想設定 等它自己會不會爬升 那很可惜 飛機不見了 不見了 找不到 我跟它找不到 因為很簡單 我一樣告訴你 你千萬不要這樣試 它是會爬升 但是那樣爬升 在很極端的情況下會用的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是貿貿然地去試它 很多東西你未知之數 舉個例子 為什麼會 我去到之後 現場我就說 為什麼師兄 你的飛機不爬升 因為它中間有 隔火樓層 或者有陽台 它對了過來之後 它卡住了 升又升不到 降落了別人那裡 你拿不到的 所以記住記住 我覺得是不對 因為我還有很多個個案 是在講這個自動 在講這個自動 和環繞的東西 在哪裏問題會產生 因為 不管你是通道的機 橙色那部機 衝導的機 那部夠惡 一樣是會不見的 原來 你記住 因為很多東西 是被它干擾了 你那個感應器 知道嗎 一樣是我師兄 一樣不見 我和它找過 飛過幾層 都找不到 那大家要記住 這些東西 只是一個 一個selling point 在我們工程立場去做 但是有些東西 是有些作用的 你告訴我 日光日白 我可以做得到的 煞停 你可以做得到的 舉個例子 可能是 就是 你是夠光 它的cds sensor 那個satting的sensor 那個感應器 才有作用的 如果你太昏暗 或者你的sensor 裏面有髒的東西 是不可行的 和在高速裏面 是做不到的 在SMO裏面是做不到的 這樣講 這三樣東西 是沒有辦法做到的 是不是 那你還有人為疏忽呢 是不是 那還有其他東西 補充下去 很多問題會產生 所以你記住 你有 你只是一個 一個 叫做 一個叫做 是 分成一種 你說它是否安全 我不可以說它是很安全 是吧 那你說有和沒有 那有好些 是吧 有好些的 但是問題 你如果依賴它 依賴著它 我們都做事的時候 要出一些 變根依賴書 依賴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我靠你了 在日本裏面 靠你 依賴著你 拜託你 去做這件事 或者委託你 去做這件事 其實是好像很好 但是這個東西 其實它是未夠班數 它做得到 它真是 它是 它是未一個叫做 全面的 全方位的 去做一件事 你看到別人的雷達 是怎樣做的呢 是一個感應器 是不停的 360度轉 它才是一個感應器 如果你裝死的感應器 它有很多問題會產生的 行不行 那你夠不夠雷達 你不夠的嘛 是不是 它不會裝雷達 但是那些什麼 RTH的雷達 它有的 這些飛機 它是有的 但是那些是商業級用的 那你未必 就是 前頭有個計 你看到 一隻 Enterprise 那隻機 有個好像 有個雪糕桶 類似 是不是好像 杯子那樣的東西 那個是雷達 它是用來放射電波出來 用來感測用的 那個設計 我又覺得它對 如果擺在這些地方 不好意思 這些東西 純粹都是一些 玩具來的 我見過 Mavic 2 有事 Mavic 2 有出事 它有感測 全避障感測 它有事 Air 我都試過了 都撞了樹 或者玩蠻妖 暗一點 都一樣 那條軌道 本來是圓形的 它飛了一條橢圓形出來 飛了 在攔河那邊捐了過去 我看見 我懶威 反過來飛 我看一看 它飛了後面 在攔河的洞 那邊捐了過去 我立即停一停 它停在那裡 如果撞到 不是撞爛的鏡頭 撞爛一些掌 跌爛就入廠整了 所以這些東西 所以我奉勸DIJ 其實你一是就給我一個雷達 你就不要放這些設計下去 你用一些很簡單的感測 我的鐘 我也有 光暗 黑 黑 我走過 或者眼燈 走過 它馬上亮 你動一動 多敏感 但是這些飛機 在黑是用不到的 大家都知道為什麼 用不到 我不會多告訴你 為什麼它用不到 但之前我講過 為什麼用不到 第一個 飛行安全 我已經講了差不多 浪費了八個字 去講這個 剛才搞到 就浪費了很多時間 大家記得 平時的設計 其實基本上 我就叫它撒停 我自己設計 但是你可以用環繞 但是問題 如果你環繞的問題 只是你的心態 我飛不夠高 它都環繞一棵樹 但是飛行 千萬不要前面有障礙物 如果有障礙物 就好像 佐敦那樣 連機連人 一樣炒的 會造成 身亡的 所以真飛機 所以那個機師 一樣都玩完了 知道嗎 所以無人機 我建議大家 都是要小心一點 飛在一個空域裡面 是沒有東西 四周 沒有東西阻擋 那環繞 根本上 就未必用得到的 你不要想著指引它 明白嗎 殺亭都不需要用的 可以嗎 只要記住 記住這件事 記不記得 OK 這個東西 我暫時就 講完了 剛才有這裏 第一點 就是它最大的飛行距離 這些你自己設定 距離的東西 多高 多遠 九十米 香港要走你九十米 那你說 那你說 返航呢 這個就是它的返航 第一個點 那你要設定 你那個空域的高度 加二十米 假設你現時的最高點 大廈六十米 那你設八十米 這個就是你每一次 在不同的場地 你要設定一下它 不是永遠飛到五百米 飛到五百米 有些人跟我說 飛到五十米 那飛到五百米是怎樣用呢 除非你是在山上 在山上 如果在山脊裏面 我在這裏飛到上來 我這裏 我當是五百米高 飛到上來 飛到山後面 是吧 如果它失控了之後 飛機根本就會回不了你的 它一樣是要靠它 這個就要靠它環繞 打側 圍回它回來 是吧 或者你再升不高 是五百米 是吧 如果你 這裏是八十米高 是吧 那你設九十米 是吧 如果這裏這麼高 但是我飛到後面 我信號在這裏 是信號在這裏 信號在這裏 信號在這裏 我飛到這裏 它沒事 但是它屈了山的脊 在後面 它就失事了 它就出事了 遮了信號 它就收不到 它收不到會怎樣呢 第一個問題 它要是 如果剛才你說 用環繞翻出來 是吧 這個有些用 但是你說 喂 可能我見到一些樹仔 一樣會炒的 最好呢 你就設高 這個山峰上面 這樣 bypass 過來 下來 這裏最安全的 我自己覺得 行不行 這樣看回你的情況而定 好不 不是說沒用 大家 我試過就是有這樣的做法 因為如果你不知道 你想著每次都一樣 可能你繞在山的後面 它就有一個大問題產生的 它會斷控的 還有你已經飛到 那個高度 已經是差不多 飛到盡了 是沒有得上升的 這樣的飛機 很容易就 玩完的 行不行 R2 我講 小心點 這個就是要記住 因為你是 一撞到它 就停在那裡 升就升不起 爬就爬不起 你去到最高 這個例子 是時常都會犯錯誤的 我之前想著自己認識 其實遇到這個問題 自己根本就不認識 自己嚇死 你不要飛到上面的山上 上面有雷達的 有雷達更嚴重 如果你在前面 一飛到雷達後面 它一剪掉你的信號 那飛機 很簡單 飛到最盡 飛不了 是吧 那它就會在你那裡 折一個點 兩個點子 直接飛過來 那中間如果有 什麼的物體 你就要記住 因為有個師兄 就跟我說 我在雷達上面 那個飛機呢 就在那裡降落了 問我怎樣拿 我說第一個問題 很重要 你問我呢 我說我給你一個意見 你先打個電話去 你就不要走上去 你打個電話上去 問一問那個管理站 先留下的說話 你走上去 一會兒 抓住你 所以先打個電話上去 終於那個人打電話過去 過兩天 那些人說 那人就找回我了 飛機的管理員 在飛機原來降落了 在草地那裡 因為它是範圍 人家那裡 知道別人那些天文台 你就不要飛那些地方 因為它好像很暈 沒有撞到別人的東西 明白嗎 所以我就建議大家 不要飛去那些地方 因為它有電磁波會出來的 可能是用5G 或者2.4G發射的 大家要記住這些東西 不要別人見到別人環繞 你就走去環繞 明白嗎 那你就 別人環繞在頂頭環繞 你不要在攔腰環繞 你走到盡了 那飛機如果有什麼問題 它飛不起呢 飛不回那個空域過來 你就產生問題 那時候 後悔呢 就真的太遲了 多謝各位 師兄 Hello 好 記住這一件事 因為平時我 這個是很多的新師兄 遇到這個問題 因為經常都叫我 阿批人怎樣離定呢 離定這件事 我就簡單點 今天我有時間 我講一集 那我喝一口水先 我中途要賣少廣告的 不好意思 這件事 這件事 查了包你好 是不是 今天一百元不收你 五十元不收你 二十元不收你 今天我是送的 那一枝不是查油的 這枝是噴喉嚨的 有些星人告訴我 今天我撲了三盒回來 今天有三盒的 本日製造的 那錢就不要說了 沒有的 我不是賣東西的 總共 師兄如果買不到 或者他真的有些喉嚨不舒服 那你告訴我 我就直接拿過來給你 噴一噴 舒服了 行不行 自己記住 行不行 因為喉嚨的 因為怕你感染 現在你Omicron的問題 總共 今天我特意去 師兄說 那些品牌給了 他怕他們買不到 因為都很搶手 我真的還有三盒 那個註冊藥房 我認識他的 他說我幫朋友買的 他說可以給你 那我每天再拿過 你明白了 如果喉嚨的感染 痕咳 很容易傷了 就會有些問題 會產生 大家 Hello Ken Hello 師兄我怕他們 可能有些少出街 如果你告訴我 你WhatsApp給我 或者在群組的 或者你在這個頻道的 你留下的地方 我就會想辦法 拿給你 好嗎 好嗎 暫時只有幾盒 我找到 因為怕你喉嚨有感染 你咳嚥 被你麻煩 你明白嗎 人家會害怕你 咳嚥咳嚥 你搞不定 對吧 Hello Michael 你好 我大概買了幾支 我是新的 她的日期就是 是 2020 2020 2024年的 那這些東西 不是賣廣告 因為我都沒有給你什麼牌子 給大家看 我從來都不做這些事情 以免一會兒 別人告訴我 你講這麼多事情 其實你最後都是想做這些事情 不好意思 我不想做這些事情 你問我 是你自己決定的 我不會告訴別人 如果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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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人會賴你 你弄了之後 越來越差 我不是糟糕 是不是 我自己試過 這隻牌子 我講真的 這隻牌子我沒有試過 我用過一隻黃色瓶的 但它買到斷了市 我問了老闆 他老闆住在我谷縣的 他有幾好人的 他就說 這隻一樣的 和我的成份一樣的 那我就說 這樣就行了 那我當然相信老闆 別人是註冊藥房 他住在我旁邊 藥劑師 我之前住在我旁邊的屋 那個年輕人很厲害的 賺很多錢的 別人很厲害的 別人懂很多 更加醫學的東西 更加多 總之就是 有時候請教別人 不懂那些東西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那我照常我講 如果你留下 那是 如果你們需要 你們留下 那我會 那我給你電話 我不怕的 希望都不會有人晚上打給我的 也沒有人晚上打給我的 你WhatsApp我就好 那你怕你買不到 或者你的行動有些不方便 OK 那來到這裡 不單止玩航拍機 但是Care很重要的 不單止你要買Care 人的Care都重要的 不是說 為那個十幾二十元 可能搭車過來 都不是指這個數 但是我就不介意這件事的 但是主要大家沒事 來到這裡 繼續 遲些 有機會大家就可以 搶飛 對不對 那我這裡講完了 OK 那我大概就 環繞到我大家知道 因為我今天都 不好意思 我有一間大電視機的 誰不知這個東西 就差了一點點了 有點生氣的 不好意思 那你設定回行高度 那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是時常的 很多人都問 還有兩個問題 就是問究竟那個叫做 IMU 那個Compress 還有指南針 還有IMU 是什麼來的 這兩個東西 就很奇怪 這兩個東西出頭 我都不太明白 是什麼 IMU就是它裡面 就是Internal 它的System的東西 裡面 它就加陷了一些 很有趣 很多東西 加陷了一些 是叫做一些 陀內儀 電子陀內儀 還有一些信號的東西 CPU的東西 加了下去 它整體也叫做IMU 那IMU 是它有機會叫你調教的 第一個問題 但是 Compress 那個指南針 如果你受到干擾的 是不正常的 它都會叫你調教的 但是 大家進說紛紜 就說 喂 新機來 就說要靠正 其實就是 教證 其實我之前大概400集 都有講過教證 用一張平衡的桌子去教證 那你說 那有些人就說不用 這些東西 我沒有說誰適合與錯 但是我告訴你 最好 如果它不是要求你教證 你就先不要搞 你照飛 沒有什麼大問題 因為我試過 大概飛過起機 大大話說 起機過三千次 那當中的舊款的機 它不停要我教指南針 IMU是絕對少 除非你的IMU 你是撞過的飛機 它是要你調教IMU 解決的 那正常都不需要教IMU 可以嗎 那要記住先 因為我都有實質的例子去做過 都不止的 現在起機 但是 如果Compass要你教證 你就要記住要小心 第一 它要你教證這個Compass 是什麼道理要教證 第一 它遇到可能有個市場 或者有干擾的地方 可能舉個例子 有很多鐵欄的 鐵欄的 它有些產生電池的靜電 或者電子的東西 它會干擾了你的電子指南針 那個電子指南針 記不記得 如果它要你教證 你可以這樣做 第一 走開 由這個位置 A這個位置 走去B的位置 隔離 走幾米 可能10米8米 走到隔離 或者開個機 它就沒有這個情況了 但你說不是 走來走去 都是有這個干擾的問題 那你就很簡單 如果有一些干擾 就告訴你 這裡是有些電磁波 或者電纜的東西 或者重金屬的東西 或者一些輻射的東西 影響著你 那你最好呢 就走開 不要在這裡了 你說那些人 平時沒有的 平時沒有 我也試過 平時沒有 那我就試過有一次 就多手 走去 要校正 那就隨便 飛機在那裡 隨便隨便 可以的 沒事的 飛機飛了出去 飛不回來的 怎麼控制都控制 為什麼IMU要配合 那個 Compress 那個指南針呢 其實IMU裡面 它就會收了一些指令 就說 它那個GPS 那個人造衛星 收回來 它是天線的 有一條陶瓷天線 收回來 就放進去裡面 計的 計了算 就知道你的距離 你有個GPS的座標 一個點和一個點 知道距離有多少的座標 X Y Z的座標 和你的起飛機點 距離有多少 你知道距離 假設我飛了一公里遠 距離一公里遠 但是 Compress 是做什麼呢 Compress是告訴你 我要指去 假設去 South 或者北面 去那邊 去North那邊 飛回那邊 那我指南針 就指借那個方向 就一公里遠 我照那個方向飛過去 那就接近到你的 那個 是吧 起飛機點 如果 你一公里 一公里遠 但是那個方向錯了 那飛機可能會不飛 或者圓庭在那裡 或者會飛了 兩公里以外 有些飛機就說 為什麼會飛一下 明明回來 突然間飛機 會回頭 飛遠了 飛去深圳大疆 都敢死的 是不是 會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 它的Compress 我那次衰 就自己教過 那我唯一 那次飛塞機 就是教過這一樣 那我就 跟其他師兄都研究過 其他師兄都有這個情況 所以我們 假設他 有這個情況 如果你們 真的 是教的 是教沒有問題的 你照他的 instruction 他教你的方向 反時針 飛機反平 先轉了 Air Air 2 或者Mini 2 垂直的飛機 然後反時針 轉回一個圈 360度 那就教完了 但是 我不想教 那你走開一點 開那部機 就沒事了 那你就 一教 如果你教錯了 或者隨隨便教 像我這樣 飛塞的機 但是 這個東西不是我的錯 他是肯給那部機 連電連證 連卡 我都不見了 飛機回不來 很無奈 等了很久 都回不來 我就是搞過這一樣 大家記住 這個東西 我只是給大家一個參考 但是 教與不教 怎麼教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說明書 好嗎 大家公平一點 不只是聽那些人說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那些人說得不對 那就最好了 看說明書 如果有什麼問題 都是在說明書裡面判斷 好嗎 這樣就變成 但是我的經驗 就發覺我起機 我的次數很多 那我發覺 有這個情況發生 我就和大家講一聲而已 你當我參考也好 當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一定要這樣做的 但是問題你要記住 不要亂教 就是這麼簡單 OK 那第二樣 這個東西我基本上就回來了 那還有一個 飛行解禁 這個飛行解禁 解禁是什麼 很多人問 就是 就是 MIUU MUUI 那個 那個東西 那個 那個 可以給你 飛一些 不同的高度 但是這個 要等它那邊 要申請 要做一些手續 才做 正常人就解禁不了 那這個東西 暫且 你的飛行解禁 你是用不了它 除非你用其他的軟件去搞它 我見過師兄可以的 可以的 但是我暫且 就不會在這裡說 這件事的 但是我自己也沒有做這件事 行不行 那 OK 這樣先記住 好不好 那 最重要就是 喂 還有一個設定我一定要教大家的 講回這給新師兄聽 最重要記住 有一個叫做 抓飛機的東西 按著它 按著抓飛機 你不要想著 我沒有很高手 你有時候不見 很高手 整天不見機的 整天撞到東西 撞到隔壁球場 你都找不到的 飛機一定要 很簡單 黑色這一欄就是 啵啵 聽不聽到 閃了啵啵 行不行 響不響 第二就是它的地圖 那你 等一下 知道 那 那 那 我開個地方給你 好嗎 那OK 那 地圖 它就有 你的塞機的位置 和你自己 所在的位置 飛機飛在哪裏 那你跟著地圖 慢慢走過去 在安全情況下走過去 不要 指著你 明明是有隧道 你走過馬路 跨過馬路 千萬不行 不可以這樣做 行不行 因為產生危險 你馬路爬過去 你找飛機 心急 走過去 有車來的 撞到你 飛機便宜 人的命 很厲害 行不行 那你就要跟著它 條路 指示 它可能比較 short point 你知兩個point 點和點的 那你就要跟著路徑 或者要捐個隧道 自己要來定安全性 好不好 那你 那個東西 就最好 我回到頭 給大家看 最好這個東西 最好你是怎樣 第一 如果你 你響機這裡 暫時先不要響 第一個問題 如果你響機 我按了響機 行不行 它是給你怎樣用呢 響機 是在你差不多 十米八米 你才好著機響機 去到位置 差不多了 行不行 你不要離遠響機 什麼問題 我告訴你 為什麼不要離遠響機 大家都不是很清楚 這個問題 如果我欠了一公里 我響機 第一 那個飛機 會被其他人發現 撿了你的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你不停響 那個翼就會震 是不是 它會浪費電 你可能都沒有什麼電了 逼降了 行不行 而且記住 去到你差不多了 可能還欠幾十米 那你就沒有什麼人 那你開機 聽一下聲音 在哪裡 因為你都要這樣聽的 這樣聽 因為它現在就很應聲 但在郊外 MINI是很小聲的 Air 也會比較好 Air 容易的聲音 如果你的FPV 的機器 好像貨車一樣響 很誇張 所以千萬 你未去到 你就不要先按 去到附近 你才按 只要記住這兩件事 不要想著 我看著座標 看著座標也沒用的 去到 看到飛機 我去到那個點 跟飛機同一個點 但是你都找不到 為什麼我們試過 第一 它有機會在樓上 有機會在樹上 有機會被人倒閉 行不行 所以它就不知道 所以記住 有地圖之餘 你還要走到一邊 那邊就被你 跌到草叢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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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你去到 原來 那個精準度 起碼都有四、五米 十米、八米 你不要想著 正確那個位置 三、四米 我最準確 我看到它 找那個機器 是三、四米附近 它在三米、四米 在外面 它的精準度 大概是這樣 它說十米 就沒有那麼差 它說十四米左右 那你跌到樹林草的中間 你一定要著機器 響它 它才找到的 否則 你找來找 它找不到的 你找十分鐘都找不到 所以一定要記住 要著喇叭 響它 你明白 這樣就簡單很多 OK 這個我大概 我 今天都差不多抄死了 抄死都沒有問題 好 好繼續 那第二件事就是 你們的回航 很多人都是問這個 我今天可能講一頁給大家聽 這一頁 有個反航 降落 還有有個圓庭 這三個東西 其實就有不同的場景 你會用到它 如果你是近距離 穿越一些樹 一些東西很近距離 圍繞著在牆裡面玩 那未必要用到回航的 因為你有機會 你在那裡飛 可能我在那裡飛 那些樹裡面 它失了控制 它會向上飛 會打到那些樹頂 所以我有時候 我就會叫它圓庭 如果沒有了信號 被人干擾了之後 我就叫它圓庭 但是大部分的人 和一般習慣的 都是用自動回航的 一定要按自動回航 記住 不過你不要搞它 如果你搞錯了 飛了出去 沒有了信號 它是圓庭 飛機回不來 所以記住 這個東西很小心 很小心去處理 你說有一個叫做降落 更加危險 為什麼呢 第一 你飛了出去 降落下面是海 飛機沒有了 行不行 所以最好 就真的 好像我們在樹林仔穿越 我都會叫它圓庭 它收了信號之後 停在那裡 在現有的空域停在那裡 不要動 等我接回信號 走近一點 接回信號 過一會兒 過幾秒鐘 十秒 八秒 三十秒 它就會接回信號的 不用怕 走前一點就可以了 指回方向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 一般的處理方法 我就覺得它 不是覺得它 它應該要做自動回航 回航 記住第一個 不要搞它 另外就說 有些允許的 停止的 你就不要搞了 因為它可以飛飛一下 停止 你就不要飛它 如果你是故障時停止 它只是緊急時使用 你就不要搞它 有時飛行的時候 內八字打橫飛 如果你搞它 飛機會怕 停了飛機 我開了飛機 這樣就有機會 飛機會停 所以這裡 設定就是 僅僅故障時使用 記住這裡 你不要搞它 不是可以叫任何時 或者隨時都按 不需要按這個 僅僅故障時 之意 Imagine 它才有用 可以嗎 記住這裡 就這樣 OK 第一版 基本上 我講了很多 很詳盡 我實際上 我飛過 有不見過機 或者有危險的事情 我講了給大家聽 所以這集 只是給一些新師兄 今天我先講安全 好嗎 不要講太多 其實後面那些 其實很簡單 但今天 我看怕 都是先講安全 大家有些什麼 可能在網上再問一下 或者是 或者是WhatsApp 我再跟你講一次 好嗎 OK 我看回師兄來了 Hello Hello 范師兄 你好 大家好 Hello Sam 師兄 Hello Michael 師兄 你好 Ken 師兄 鄭師兄 你好 Hello 細雞師兄 Hello 因為我叫他細雞師兄 他教我 他是細雞 他叫 他的拍檔老闆 他是大雞 他是細雞 那當然是老闆級 對不對 多謝 Chris 你好 Hello 阿副師兄 Hello 阿副師兄 不好意思 之前讀錯你的名字 對了 那副強師兄 曹強扶藥 他告訴我 他的名字 曹強扶藥 他教我 曹強扶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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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庫 什麼扶藥 類似這樣 他告訴我 他的名字很有意義 他教我 他說過 還有 問吞師兄 燈光問題 現在沒事了 我改回這邊 多謝 看不到 之前 因為 我用過Mini 去做這件事是不行的 我用過其他的Android機 他就很漂亮的 那 如果有一天 我把鏡頭弄得回 鏡頭過來 就好一點 因為這部機器 我無法弄過來 不是在這裏 就直接 可以在這裏 將它 上回到電腦 就變成我簡單很多 因為電視 我打算 大一點 就指一下 玩一下 那有機會我再做 好嗎 或者我 錄的螢光幕 在螢光幕裏面解釋一次 更加清楚 在螢光幕裏面 在這裏解釋 那我要拍一段片 現場 我想做一下現場 那 你現場我多些事 因為你有互動 你問我的事 我直接在這裏說 如果我純粹說 我講的事 錄片的 我就可能未必 那麼清楚 因為我忘記很多事 忘記 師兄提到我 我才記得 好嗎 多謝梅師兄 Hello 李師兄 Hello 李先生 你好 Hello 阿誠師兄 Hello 阿智師兄 Hello 丹文師兄 Hello 阿梁師兄 阿威文 你好 Hello 大家好 多謝師兄來到這裏 那飛機上 基本上 我就 因為這兩天都下雨 我都 都飛不了 而且很冷 最重要呢 我都講過 如果真的 家裏未必有暖爐 或者是 怕麻煩的 那如果你睡覺 我講我 那我都不年輕的了 那我都是拿過 一個風筒 開了一個風筒 因為風筒其實挺好的 風筒它可以自動關鍵 它過熱 它有保護的 還有它可以 都挺安全的 那我就會用它 就當是暖爐用的 就是 一張被子你先吹一下 那 吹熱了一張被子 那你睡覺 就很舒服的 人很暖 很乾燥 很舒服 沒有水氣 我很怕的 那這樣OK 那 吹一吹它 那如果你晚上覺得冷的 那 那你胸口這些位置 冷的 那你就用一些 厚的衣服 這些衣服 你不要穿著它 你穿著它可以 你可以穿著 但問題是你不舒服 那你可以蓋一下 蓋一下胸口這個位置 那你就不會蓋 蓋到頸這個位置 你就不會 蓋到肺這裡 和氣管這裡 可以嗎 這樣就不會弄傷了 凍到喉嚨 那如果你穿著 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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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睡覺 不是很舒服 是嗎 你動一下動一下 那你蓋著來睡 那皮呢 那皮的胸口這裡 可能不夠厚 所以我習慣 我也是 找一張厚的尖 在胸口裡面 蓋一張尖在這裡 蓋著這裡 再找一張棉胎也好 棉蠟也好 絲絨也好 不理你 那你蓋著 你覺得冷 就找個風筒吹一吹它 這樣睡 這樣就舒服很多 那不需要買什麼吹風機 一千多元 一個風筒 八五六元 也都可以做得到 就可以做得到 為什麼呢 風筒 我也有些介紹給大家聽 風筒 其實一般的風筒的設計 就是說 它如果你是蓋著了入風口 它是會跳Fu的 它是會跳入裡面的保險制 保險制是兩個金屬片不同 如果它是受熱了之後 那個金屬片的接觸點 它就會彎曲 會離開了 發熱原點 即是HITTER那邊 發熱那邊 它會斷了 即是它吹出來 如果是有風過 它吹過這個金屬片 因為金屬片是一些不同的物質 兩種 總是同一種鐵 大家膨脹是不同 如果它過熱 那大家伸展的那個膨脹系數 是大家不同的 那它的那個制就會 它太熱了 它自己慢慢的 金屬 大家膨脹不同 大家不和兩個金屬 合在一起 黏住了 如果它不 大家膨脹不同 它又會這樣 它會推起了 自己會彎起 自己會這樣 好像是平的 如果它太熱了 它自己彎起 離開了那個接觸點 那就斷電 斷電 你發熱那一部分 就沒有了 不會發熱 但是風呢 因為你斷了電 那發熱 沒有了熱 那你不會著火 第一個問題 第二 它現在的新式的風扇 就不會斷風的 為什麼不會斷風 因為 你沒有了熱 它還有風進來 它就很快 鋪掉了那個金屬片 電回來之後 熱了之後 它冷了之後 它電回來 這個設計很古老 但是到現在呢 仍然都是全部風筒是這樣用的 行不行 你不要告訴我 那些什麼無業風筒 那些東西 我就最不喜歡那些風筒 是的 那些風筒 什麼十幾萬轉 那些東西 其實是騙人的 我不會買這些東西 為什麼呢 第一個問題 因為家裡很少會放 那些十幾萬轉的工具 在那裡 它就告訴我 吹多頭會快光 這些都是bullshit一種來的 封筒其實是一個馬達 一個發熱線 一個開關鍵 就是這麼多東西 你怎樣報價 都是不超過二百元 但是你要賣到四五千元呢 就不好意思了 在工程踢爆裏面 你是未到這樣的材料的 行不行 你裡面怎樣做都好 你都是一個風扇 你說人體工學 跟我說 英國設計 不好意思 你是沒有人體工學在那裡 你只是一條直柱來的 一條施靈打 你是沒有辦法 有人體工學的 你去鴨記 買一個風筒 二十元 他手柄都是彎的 一條香蕉 那些人體工學 拿出來的手柄是適合你的形狀 那些叫人體工學 如果你拿到一條東西 凍冰冰 一條直的鐵 不好意思 這些不是人體工學 你就不要騙大家 我直接告訴他 就是這樣 英國設計師 他就說 不是啊 這是人體工學 我跟他爭 你有哪裏人體工學 怎麼為人體工學 你都未曉 所以我不說什麼牌子 免得拍攝到別人 但記住一樣東西 買一個風筒 是要買哪裏牌子好 什麼 不是沒有那裏牌子 哪裏國家的會好些 最有研究 電子做得不錯 就是本日 正常的東西 他一關 所有的電都減掉 連風都減掉 那你的東西要等五分鐘 它才能夠著返 那就糟了 人家本日想得很清楚 你減掉了熱 那仍然有風 可以給到東西 那就可以鋪掉了金屬片 它墊下來 在一分鐘之內 它著返機 30秒會著返 有熱風出來了 人家就是用這裏 設計 但是他買的東西 是百五六塊 你 就是這樣 好了 那好了 那我都警告我 警告我 警告我 因為他好像沒什麼電 好了 多謝各位來到這裏 用發羽絨外套 沒有用 有 沒有用 發羽絨外套 那些羽絨外套 其實要充電 某程度上 不是沒有用 我都試過穿 OK的 但是要充電 就是 到時 那些羽絨 千萬千萬不要濕水洗 就是這麼簡單 你說 三百多塊 或者什麼 你就 那些 可能不是羽絨 我不知道是不是羽絨 因為燈 有 那些羽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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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水洗 那些羽絨 叫鳥仔毛 我都會用它 因為我的稅袋是買了大概是1995年到現在 現在是1995年買 到現在差不多30年了 稅袋在30年之中 現在是2020年了 差不多接近30年 我的稅袋 羽絨稅袋300元我買的時候 一次都沒有洗過 那個稅袋 好正的 總之那些稅袋不是要洗的 它夠暖的 夠多的 你不要告訴我 阿巴仁有股味 30年沒洗過 我想你斷鼓你都不會相信 我們有機會給大家看一下 30年的稅袋 是什麼狀態保養得好嗎 有機會給大家看 那我有沒有用那些羽絨 你買一件羽絨褲穿好過啦 那插不插電 其實就自己決定 好不好 這句話就好了 講到這裡 多謝各位來到這裡 小弟就有機會我再講下 那些航拍的東西 好不好 多謝了 那 遲些再見 多謝各位 拜拜 拜拜 再見 有什麼留給我 那些藥呢 我 那些藥在這裡 如果你有些 不好意思 有些什麼 你們要的 因為它這隻是 我給大家看 行不行 行不行 那如果你有什麼感染 你就噴一下它 知道嗎 那你就減少感染 行不行 如果你沒有的 那小弟你留言 我送過來給你 好嗎 免費送給你們 你們去用 這樣有我繼續會買 好嗎 現在疫情以下 簡單些 安全些 好嗎 OK 拜拜